姑姑, 你也算誇張了 這麼大箱熱水都被你用了 我又要等待了 等久一點, 要不要這樣 現在趕著坐飛機嗎? 你真是嗎? 話說回來, 姑姑, 多落屎湯 要是沖幾次涼也有 說話好聽, 什麼叫掉落屎湯 現在沒事做, 沖幾次 舒服一下不夠嗎? 舒服, 閉嘴電費吹吹吹吹 那就拜他所賜 由超到下上網, 電費不多就怪 我這裡住了牌子 多花點電費和上網費 是不是一個人一個大意見? 是呀, 哥哥, 現在不是大意見嗎? 現在就是論事嘛 姑姑, 你上來已經幾個月了 在這裡找工作做真的這麼難嗎? 不是, 而是你姑姑 我懷財不如, 還沒找適合白駱 白駱? 話說回來, 阿仔 又說介紹一個影視界的好工給我 不是只有一個大隻港嗎? 對其他人我可能會大隻港 對你絕對不會 好朋友 我明天就帶你去見我做導演的朋友 不過你自己執招, 好嗎? 吃飯了 你們不要吃好吃, 什麼命貴這麼吹 可以嗎?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吃飯了 等你了 快點吃… 別餵好, 不要夾給我 還沒吃 你用不著嗎?找不到工作做, 要怎麼絕食呢? 我算人志已盡了 這次就介紹一個導演給你認識 你還好意思說 你這個朋友 經常要逛逛逛 做些什麼聊天 扮演那些要死死不去的 那些角色 好心她吧 一部登天嗎? 其實人家叫你游低做戲很正常 對嗎? 對… 行了, 我現在想過了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什麼都是浮雲 最適合自己做生意 做一個小老闆, 就不懂tennis 你到底想搞什麼生意? 搞什麼就很閒的 但一定不搞, 一搞就發大來搞 搞回一間賞市公社 但是我現在真的很有興趣 想聽聽你有什麼創業計劃 大家有的, 但現在不能說 因為差點東風 東風? 對… 就是什麼? money 什麼都要錢的, 沒有錢 怎麼發大來做 對… Coco, 做人不要好高冒軟 有這麼大的頭, 戴不戴上帽子 你不就更年輕吧 你說得很有道理 正所謂萬丈高樓, 由地起 是的 其實我應該是由細做起 即是我們考察過 在我們村口有一間店 以前是賣的什麼 十元三條的底褲 現在它就撿了 撿了之後, 我想把它撿下來 開一間文具精品店 賣文具精品? 是的, 因為那附近有一間學校 我想應該是一組 有學校, 學生都可以的 這些學生現在流行 互相送小禮物 是的 而且我覺得精品利潤大 優得黏 想去做, 就去做 是嗎? 但我覺得你只用口說 就太不夠意思了 因為這個實際行動才行 你搶我們什麼實際行動? 很簡單, 現在什麼都要趕錢 對吧? 你頂住店舖也要錢 日課也要錢 請公仔也要錢 無非就是錢 是的 姑姐仔, 你真的成熟了很多 說實話那些是必要的 當然了, 你也成熟了很多 真的不是 對, 想過了 大哥, 你們給一萬 其他四房, 每一萬 合好五萬, 五萬都應該夠 不是吧 我們每房都賺了一萬元 要給那麼多錢 親人, 你也這麼大反應 我堂堂堂, 資金周轉很重要 不是 我也不敢這樣 不是, 大方一點 當然了 來 你呢?不用說了, 我去洗吧 這麼多了, 別再試試 你這個人真是 姑姐仔, 拜託你 想清楚才好說 拿著吧 不如這樣吧, 你先做市場調查 行了, 跟你那些人說 說不清楚, 說錢就傷感情 是呀… 免得吃飯 美女Coco 蓮姐, 別這麼不開心 沒有不開心, 我哪有不開心 只不過得勢太嚴涼了 那倒是, 但這個地方真是亂 你一個女孩子在這裡開店做生意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那又怎樣 難道阿爺在這裡打遊戲 繼續做我煮米大蟲嗎 要不我回香港而已 要不這樣, 我介紹一份工作給你做 是甚麼工作 很輕鬆的 就是幫人湯一下舖 賣一下衣服 那麼順 是啊, 因為那間時裝店在村口那裡 我經常去那裡光顧 跟老闆熟落了 我可以幫你介紹的 嗯, 也好 有興趣是嗎 那我明天帶你來跟他聊聊 好啊 Coco是嗎 是呀… 就是這樣, 我平時走出走入比較忙 那店裡面的東西就靠你了 老闆, 你看我 要樣貌有樣貌 要身材有身材 絕對是一個超級模特兒的表情 我這裡就真的請不起高級模特兒了 普通的模特兒應該沒問題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你就在這裡做兼職模特兒 跟賣衣服 喂, 又要做模特兒要賣衣服 做這個做的人只有雞水那麼多 是不是有些… 你誤會了 其實我這裡剛才剛才說的是底身 你買這些衣服 每一件都有提成的 因為這樣, 待會我逐件衣服 告訴你它底價是多少 那你賣得越高了 那你代入錢的袋就自然多了 啊, 這樣還差不多吧 你放心吧, Coco 老闆的人很好, 不會虧待你 你最重要是用心在這裡做, 知道嗎 也好…你放心吧 靚… 來, 先看兩層, 漂亮不漂亮 好漂亮, 出不來很貴 當然不是, 也不用錢, 這是工作服 有這麼漂亮的工作服? 不用說, 現在Coco 我是著名時裝店的超級模特兒 所以漂亮的衣服 你們不願意這麼多 黃瓜王, 弄一兩塊來敷眠一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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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哇, 你看看這件衣服 漂亮得, 無論是顏色還是款式 甚至乎是這隻小狗 都搭到你年輕二十歲 行不行 那幫我包起來吧 我買得便宜一點 美女, 已經是最便宜的了 如果不是我老闆最近手頭緊的話 你這個價格根本買不到, 你相信我吧 在外面哪有得這麼好的衣服 質量又好, 款式又好 最重要的是舊潮, 穿得你… 謝謝… 不送了, 再見 再見 又賺了一塊水 叮叮叮叮叮 老闆 生意好像不錯 對, 挺好的, 一塊水 短短兩個小時內 搞定了十幾套衣服 其中兩個款式斷貨 老闆, 你快點進去吧 我早就說你聰明女來的 不用說, 既然你回來的話 我先走了, 你看店鋪鋪鋪 你穿成這樣走? 有什麼問題? 你是說這件衣服嗎? 老闆, 你應該換個角度 嘗試開闊一點 我在你這裡打工 穿著你的店的衣服出去 人家看見我穿得這麼漂亮 自然就會過來買的 你穿還穿, 衣服不要弄髒 你放心吧 我辦事, 你放心 好, 還是那句話,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慢慢走 歡迎光臨 姑姑 花旗心竹司機 可憐, 什麼解救 一天給一天短 一天給一天打催慾 真是你不相信 漂亮不好嗎? 好… 嘉莉姑姑我是時裝店的超級模特兒 當然有這麼漂亮, 穿得這麼漂亮 自己想穿哪件就穿哪件 是的 慢慢穿 話說回來, 你老闆真是大方 敢給你穿這麼多衣服 有空沒事 多穿幾件漂亮的衣服出來打個拳 你看, 你的男人都全都盯緊你了 那要不然我有空也做兩件給你穿 我不用, 我多做兩盅湯你喝就真的 對, 才會說 那我下單了 好, 巴其心竹司機和等發費 是的 快點 Coco, 你怎麼搞的 這雙衣服你看, 全都沒有標籤 老闆, 你說話也挺好笑的 我穿著它當然要撕光這尾銜 是不是 甚麼?你…你全部穿過了嗎 當然了, 我現在兼職做模特兒 我不穿誰穿 那你全部撕光這尾銜 這裏有幾千元的, 慘了… 不要在我了 最多這樣, 我幫你想辦法搞定它 要不就這樣, 我把這些衣服全部原價給你 一分錢也不賺你, 好不好 入貨價的三成, 三成 三成?那怎麼行的?我不是血本無歸 賺頭蝕尾, 你就當我做模特兒的酬勞 你真是酬勞得過, 你… 你知不知, 你在這裡幫我做那麼久 你賺的錢, 永遠都填不上這條數 那你自己想過了, 總之, 如果你想怎樣就做 想不上的話, 以後我最多不穿 如果不穿的話, 影響了銷魯 我真是… I can't help 我幫不了你 好吧…算我黑仔了 我跟你說明, 以後你展示歸展示 不要弄髒, 更加沒有CD標籤 完全沒問題, OK? 這件… 這些衣服的款式也挺特別的 是嗎? 是呀 當然很棒, 最新款 手遮瑕, 不要碰髒遮瑕 我老闆會腌尖的 我剛才省了手 我用不著洗澡再拿你的衣服? 是呀…看… 我覺得這件挺好看 這件當然可以… 你試試這件 像你這麼張揚的性格 當然要穿這件才配搭 真漂亮, 阿菲, 你試試這件 話說回來, 我這麼大的女兒 都… 低調 還沒穿過這麼燦爛的顏色 真是 真是 嗯… 那你送到來, 免為期待 多謝甲姓韻 閘住, 不是說送的 只是借給你們穿的 會找我們做模特兒的 有什麼問題 又不用錢, 有漂亮的衣服穿 何來而不為 記住, 你穿的時候 第一, 別弄髒 第二, 別弄了標籤 蛤? 啊? 這些標籤都不能弄嗎? 困難的 穿著它出去, 被人當傻傻 當然啊 那你就想辦法, 把它放進去 對了, 誰要你打出標籤來穿的 很簡單 你穿的時候, 這裡有個扣子 把它拉開 穿完了, 把它放進去 還給它 那就沒事了, 是不是? 不用錢, 要多罵舊的, 沒問題 老闆, 你罵完了嗎? 姐姐, 我的衣服全部被你穿過 那我還怎麼賣? 我都說我沒穿過 你沒穿過?你真是騙鬼吃豆腐 你自己聞一下 這些全部是香水味, 你聞清楚了嗎? 還有, 這件, 那些油煙味是怎樣的 是, 我是沒穿過 我是被我家人穿而已 我無非打算幫你做個廣告 然後燒路會好一點 你別在這裡好心捉雷劈, 行不行? 你現在弄得我一鍋抱 我還怎麼做生意? 我這裡不是善堂 老闆, 高哥 我下午還沒下班, 回家吃飯了 吃鬼吃馬嗎?老闆誇刑 大哥, 你來得正好 不是… 甚麼事? 你過來幫我主持一下公道 甚麼… 伯伯, 你是來得正好 你妹妹在我那裡打工, 是… 她把衣服帶回家就算了 她還要像派街坊一樣派給所有人穿 那怎麼行的? 老闆, 都說幫你做流動廣告 你這人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執著 死牛一邊頸, 都不懂轉彎, 怎麼做大事? 老闆, 不用緊張 我只買這兩件 這樣吧, 這兩件衣服我就… 按價買了它, 那些就算了, 好嗎? 不…這樣, 既然大哥你要買的話 一定要按著出貨的 好, 算了, 那我給你面子吧, 伯伯 那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當我當刻吧 大哥, 你現在真的不用說那麼多 我都不明白你為何要掩蓋它 最多我就不做了 Coco, 我又說你 調轉你做老闆, 你也不會把衣服這麼浪費 我明明是做廣告而已 甚麼叫小場不出大場不入呢 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曉得 難怪你她一輩子沒法負 好, 看看有甚麼適合 這件不錯 是呀, 我們這件是新款 可以試試嗎? 當然可以 我試試看 你的袋子掛在這裡就行了 漂亮得… 來…美女, 我們這邊有鏡子 糟糕了, 只差那件最貴的錢 你先照顧一下, 慢慢看 糟糕了, 這次又要被老闆拿東西 不是啦, 她買了就好了 美女, 怎樣?這件衣服合不合 不錯, 還有沒有便宜一點 是呀, 如果你有心要的話 便宜多三十元給你又怎樣 別人我懶得理他 你看看你, 穿著這件衣服 竟有明星的氣質 我線索旁人 你不是這麼開心的嗎? 當然不是, 就算吊你測中 你測中的測中的凝可尋一樣 這麼漂亮 完全出色 那好吧, 你幫我包起來 好呀… 好… 好, 姓慧兩舊 好呀 這就好, 好呀… 你看看 好呀, 麻煩你 下次再來光顧我, 再見 這款式好像挺好賣, 夠不夠 對, 這個款式還不錯 我多疼 美女, 你又來光顧嗎? 又光顧?你看看, 昨天我買了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還在這裡, 還有咖啡味 咖啡?沒理由的 沒理由, 你自己看清楚 美女, 昨天你看貨的時候 有沒有看清楚? 還有, 我猜會不會是 家裡的小朋友這麼白眼倒捨的 一定是這樣 你還挖回我? 當然, 她昨天一邊跟我試衣服 一邊喝咖啡, 一定是她弄下去的 美女, 你這樣說 我真的很不負責任 你試試, 我現在要退房 你如果不退的話, 我就去消委會告你 你… 美女, 這樣吧 這件事的確是我們的過錯 那我就原價退回給你 那差不多 兩百元了吧? 好的 不好意思, 下次再幫上課 有甚麼這麼白癡? Coco, 你為何總是這樣做事都不仔細? 甚麼呀?老闆, 明明她在玩東西吧 你們不就是… 不斷洗一下就可以了 洗一下就可以, 那你買嗎? 我跟你說, 這件衣服是舊幾水的 那你照價賠吧 老闆, 我哪有來的錢? 那到時出錢了, 就在你的薪金扣吧 你會不會太過分了? 我現在在這裡做了這麼多天 口水都乾了 一分錢都沒收過你 不僅你現在還要扣我的錢? 數還數, 路還路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還有, 你又不要再出差錯了 是呀, 還有以後 我現在都告訴你了 我屁股不生氣了 怎麼會這樣的人都會有 甚麼話姑姑, 好嘞嘞又不做? 你不是被人家死招炒油嗎? 錯, 是你姑姑, 我炒了她 那個金魚露 一到一刻眼睛睛著 一早知道她心懷不軌 為了保持著我的冰筋肉結 我一定要炒她魷魚 姑姑, 我發覺你好像膝蓋跳來 你怎麼會弄我? 是呀, 不可以這麼說的, 拉叔 是因為那間小豆貓店 就容不了姑姑的大菩薩 是嗎? 看你流離浪蕩這麼可憐 最多勉為其難 我們堂堂堂收你做收銀員 不錯呀, 自己人看著這盤數 放也放心一點 是呀 也有得想的 最晚不用每天看臉色 無事有事有事 我這關沒問題的 是呀, 也要問過唐蓮偶 雖然我是大股東 也要尊重別人 怎麼搞的, 找一件蒸生瓜來做 那個年輕女兒 透腦靈活, 反應快, 沒吃虧的 我知道, 其他反應快就正確 收銀, 姐姐, 收銀? 錢來的, 人命關天 我們倆有沒有錢賺 我們做不下去靠她 怎麼能這麼說蒸生瓜 外人這位不立刻亂來的 人家都沒做 你就懷疑人家會穿季通底, 是不是 待會兒你有股東, 我有股東 你找了妹妹來幫忙 我找一個孤姐姐來幫忙 其實是和邦而已 阿嬌是不是你帶過來的? 是 一個股東, 大家各自認一個 已經很平均, 很公平了 有什麼問題呢?我看不到什麼問題 是說我這個股東說話沒用的 跟你說了這麼久, 即是阿崩吹燒 浪費聲玩氣 我都不跟你說, 是這樣 你是不是謊話來, 阿嬌 嬌姐 有什麼理由?你聽到了 我有什麼不對, 我有什麼說錯 哥哥, 大家畢竟都是拍檔 你說話不可以軟轉一點嗎? 軟什麼轉?女人在橫斑斑 可以, 他可以來做 不過要做什麼呢?就是我安排 是真的嗎? 真的是 好, 孤姐, 快下來… 花筆幹什麼? 那隻乾頭腦… 唐先生已經答應你了, 抖頭, 來 桃柳筆, 你好… 你說什麼風冬瓜? 考慮得怎麼樣? 行了, 你隨時過來, 沒問題 是, 但我想你可能要買一部驗鈔機 因為只收到假鈔 如果要我騙就無謂了, 對吧 誰叫你做收銀呢? 那就是做什麼? 延遲 延遲?你傻了嗎? 不做延遲就不做延遲 換我另一種, 做我們劏堂的… 無特 無特? 不…這個無特是很大的問題 是拿什麼時裝、汽車無特 我聽得多, 劏管無特要怎麼做? 是的, 很簡單 你每天站在我店門口 幫我吸引所有人走過的眼睛 慢著 你不是打算要我穿上 什麼三點式的比堅尼嗎? 沒有… 那些是我們自己人的事, 不會的… 這樣, 你每天站在湯堂門口 變黃骨獸 很可憐… 那你一直伸, 就因為我沒喝那一隻湯 令我現在氣血相窺 你是不是傻的? 我不是沒有這些形象嗎? 我還沒說完, 姑姐 說一說 那你臉黃骨獸完後, 伸一大量 那你待會兒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化妝, 整個真人出來 容光滿髮, 紅粉花飛 吵氣 喝完這隻湯之後, 你看我現在 哇, 記得了… 很好 對, 就很簡單, 很簡單 就像芝明的對比 是呀 你都混激, 你當我傻嗎? 你現在… 混激 你當我傻嗎? 你千萬不要哭你 喂, 姑姐 你真是有什麼事? 你真是… 那個江頭佬下前兩半 我真是打暈他, 怎能打氣? 真是有事 我真是沒眼睛看了 好不容而讓人家露出頭 你別這麼多激烈 不是你也這麼想吧 他那個傻的, 他擺明是耍我 你不覺得他有問題嗎? 大日都姐嗎? 怎麼了? 老座 老座 發的老鼠藥 春會統一給發放 統一到時候撒下去 不要把他包那麼漂亮 說實話, 你們這個村的幹部 真是這麼容易做 就派一下老鼠藥 走走走走走 妹妹, 你只光看到我們村幹部 這個清閒的一面 你沒有看到我們忙得四腳朝天 我們的工作滿辛苦的 忙就找個紋備幫忙 我妹妹不得業了 是不是請她做紋備的呢? 喂, 問你什麼呀? 你口水流出來, 不用了 和美女在一起工作, 誰不願意 這什麼意思呢? 對了 這工作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快快, 明天去上班 威威花 就お KIM 後 싶ilda 又沒救 我也沒救 ё 萝 aquest 不是吧 能叫我娘妹来这儿做 她都紮紮跳脑笋没生卖 不行不行 村长 你不要先把这个脑袋摇得跟电风扇似的 是不是 那人是活泼了一点 可是工作能力人家还是有的 我问你 你为什么偏偏就是要推荐她进来 我是考虑到咱们村委会 这个班子过于老化 是不是 找个年轻人进来以后 从思想上到意识上 提高一下 活一下气氛嘛 是不是 这也适应我们当前的潮流 那问题 她进来之后 那事总做得定 那既然这样吧 为什么不给人家工作机会呢 村长 你放心 我绝对会带好这个小师妹的 不会让你失望 没有啊 这还有假呀 我跟你说 村长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后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村长最后把我拿下了 同意 老祖 她看来还是你有牙力 具体要做什么 具体做什么 我不会让你累着的 是不是 你就先做一下村长的助理助理 好不好 做什么 做你 就是跟着我一起 打理一下村里的一些工作 就行了 好 你从来没想过 有什么婆婆妈妈客气 超级 人家做就能收拾 你当社会实践也好 当骑游找马刀 不就先做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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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认认真真做 对吧 留心点 都向这些老前辈学习 请教一下 这点你们就放心好了 由我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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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简单的东西 两个搞定 好 以后在工作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尽管说话 我再说不迟 好 谢谢你 死老座 动手动脚想挂梦 对了 康小姐 你是属什么星座的 星座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那没关系 我可以看看手相 好 肚子痛 先打开 你干什么 在玩手机 那你不进来 哪有听到 小姐 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人偷 你偷不偷 不是吧 你明知道我假肥不吃了 那些东西 那我扔它 不不不 干什么 不不不 我突然想到 我不吃 那些东西 老了嘴 这么坏 扯住他的嘴 整个东西 对了 那些东西不臭 都能吃烂餐 你整个机会告诉他 我特地买给你的 孝敬你的 那他心脚很高 我为什么要特地买东西 让他孝敬他 你不是的 那是你顶头上司 拆下他的鞋子也很应该 真的吗 那么 突然想起 天佑的房间 有几包过期的蚕豆 你不拿给他 好… 多拿几包过来 过期的 过期的 对呀 那些过期的全部都拿过来 那我拿一下 慢慢吃… 你干嘛都很瘸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零食 还有啊 有一把蚕豆 是呀 是呀 有什么东西 对呀 难道这小姑娘 都有陈小妹 有点意思啊 起床啊 扣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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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你的头 我啊 村长啊 扣扣扣 扣扣 村长啊 是你啊 哎 我给你落实店铺 卫生三包的东西 落实成什么 你嘛 这些过期差不多了吧 我再去看看 水鬼星成王啊 是吗 抓住鸡毛当令箭 是吗 现在管我们这一笋 烧我们的汤店了 我这也是公事公办 是不是 我们不光是针对你的 我们村委会的意思呢 知道吗 在我们村里所有的店铺 周边的卫生环境 那都要包干的 我管你包什么干 我就肯定不用包干了 我天天都搞卫生 我铺头卫生是绝对没问题的 要包干你找第二个包干 你慢慢搞 不是 你挑 叫 搞卫生先 喂 搞卫生我 是啊 可可啊 你怎么坐在村长都不好坐上了 我给你安排一下工作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呢 就跟着我到这个街上的店铺啊 去转一转 顺便呢 把这个卫生包干的事宣传一下 好吧 哦 可可啊 最近这个天气呢 忽冷忽热的 啊 一定要注意 多加点衣服 小心着凉了 喂 喂 你爬猪手啊 什么爬猪手啊 那你怎么提供你上司的 真是 那你这个滑梅猪手行吗 滑梅猪手行吗 滑梅猪手行吗 不行 要是换别的上司的话 就跟你小鞋穿了 靠气 喂 你好了啊 现在是你说的 又把你的手搭在人家的肩膀上 那我和你很友善吗 是啊 我只是一个大哥哥的身份 你关心一下小妹妹 真的 不是吧 上班时间打情骂照 成何体动 村长 你来得真是对了 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斗 他 他分明就是想索友 陳尚妹 你吃个炮子蛋 他说村长你千万别听到胡扯啊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个 好好好 我大人不就小人过 我海里有海量 好不好 工作 你工作 对了 做理同志 但今天呢 我们是当着村长面三个六面 讲清楚 你和我呢 就是工作关系 所以我们工作的时间 麻烦你身体和心理保持一定的距离短 这 不是 乱谈其间的事 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 说实话 新来村委的小妹 不知道负责哪一份 你这人不是做村长的秘书之旅吗 他做秘书 还不早来 什么叫做不来 要去陪吃饭 陪喝酒就行了 那不完蛋了 那不就是那个花准花牌 但没想到 阿裘这人 这么晓会趁时摸 那些男人可能心怀不愧 你这人是真木 蛤 你这人是鬼 你这人是鬼 你一声不出声 你把你放进来 敲门了 你没听见 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有件要紧的事给你打成招呼 有话说有配方 放 是这么回事啊 现在村里传得风烟风雨 说你呢 大脑袋小细脖 光吃饭不干活 整个一花瓶 在村委会里边什么用处都没有 什么 他们这么来说啊 豈有此理 别…你别那么激动 坐…坐下 那是说你坏话的人 被我博得体无弯夫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以后还是要积极地工作 是不是 勤奋点、认真一点 有着改字污着加勉 是不是 你这么说意思 就是说我就是做错事了 我改什么 我有什么做错 我需要改什么 不是吧 康小姐 找你这么小事 留下来找我 不是吧 村长 现在我的自尊心 受到严重的创伤 你真是这样 是 所谓新政不怕影邪 我做村长 都经常被人捅背脊 那些人不停地唱我 我心里都很不舒服 不是了 我一定要争取一口气 村长 我现在就跟你立下一个军令狀 我不做一些成绩 我就一个崩也不收 说话没说过头 不要下爬轻轻 绝对不会 君子一言计出 事马都难追 说实话 我就发现我们村里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康小姐 我早就说了 你是一个有料之人 一点没错 当然 不是我自夸 如果我康如丽的主观能动性 可以完全爆发出来 你这个老作村长助理 几个马轨追我不上 不用说 我也立军令狀 假如你做出成绩 我就升职兼加身 是吧 做什么说 一言为定 我先走了 东北 你这样就走了 还有很多事没办法 说到六点多了 还不走? 康小姐 另一个方案我已经带出来了 还有什么指示 多打一份给村长 我已经给他了 聪明 你看看 做事就已经像他那样 什么叫你这风扇 学一下人 你先帮出去 行…好 好 村长 回来了… 康小姐 你今天课计我 我看了 是吗? 真正好 我立刻安排你落实 太好了 其实不是我自己自夸 算了吧 村长 我这个人是一个特点 我一提不做 一做就绝对做得最好 这样才是 何爱人呢 村长 我就说 这多亏了我陈祥妹 是吧 要不然的话 就买莫了这批千里莫了 是… 是… 跌落地也要拿一扇 是… 是… 喂… 老朵 这么大条不用做啊 哎呀干嘛呀 笑你藏刀死了 真是… 喂… 最近 整条村传到含含声了 画哥哥的工作能力 那些什么活动能力 全都比你能力 人又美女 你现在呢就… 黑架画画头 调准头 去做他助理啊 是…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 你就纯属造谣你的事 你不是发烧吗 不是懵得上心口啊 哇 九十岁的拜公都知道 你会不知道的啊 他奶奶呢 居然抢我的风头 玩我艺术仔在那儿 是… 我知道了 就是认了那句话 教小徒弟啊 饿死师傅啊 哎呀 我跟你说吧 我陈祥妹啊 不是那种小豆鸡汤的人啊 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啊 破坏了…破坏这种和谐的… 工作氛围的 啊 好耶啊 那你继续去和谐了 对不起了 我赶着开台 就这样了 拜拜 哎呀 和谐啊 哎呀 臭丫头 哼 赶在太初的身上动脱 看我怎么收拾你 村长朱利朱利同志 这份整理方案呢 还有很多地方有漏洞 需要完善 一个职目明清而已 减化它不行的吗 叫个助理就行了 水蛇春这么吹 什么 你还想去掉一个助理啊 喂 有什么问题啊 啊 简单一点 好啊 这分明是篡权夺位嘛 看我怎么收拾你 喂 喂 没什么事呢 你先回去吧 我是给你安排工作的 你这样子 你去躺躺躺后面那个 环境卫生问题 你去处理一下 好不好 那个呢 是常年的老大男问题 也是老虎的屁股 没人敢摸 这也是考验你工作能力的时候嘛 不是嘛 又给那块猪骨给我咬 这是工作 你晓得吗 臭老虎 一玩野狠 让我威回一次给你 借味呢 我看你碰到头部 血流得回来 不是嘛 Coco姐 我们的汤店一向都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就要你改吧 村长亲自下一个命令 大哥 你自己懂得想的 环境好了 你生意都会好 整天都骂骂骂骂 好看吗 有没有这么差 说是轻香 说是容易 不改又怎样 不改 不改就唯有罚款 如果你一个月之内不改 就罚你一个月 下个月不改就罚下个月 再下个月不改 再加上什么制纳金 不然如果你大把钱 我想也不差再 你分明就是公报私仇 因为我们之前不同意你来做收银 好心 你两兄妹一淡淡 收起你们小人之心 麻烦你们 我现在是秉公办事 公还公 私还私分得很清楚的 是 是吗 是秉公办事 是 麻烦你回去看看你大哥的家门 乱过乱壮过乱七八糟 麻烦你先去秉公 就是了 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没问题 我明白了 我现在立刻去看看是否这样的情况 如果情况是属实的话 别说是我大哥 我老爸一样都搞定他 是吗 当然了 在这儿看看 好 不是吧 那里有很多东西 又不阻止 搬…搬什么 不阻止也要搬 现在村委在搞整治妆乱差 姑娘 蹲了几天村委会 现在干什么 扮包工?贴面无私? 你留下你的口水发弹 真是 眼睛呢 不要令我难做 不是吧 自己有没有面子给 什么给面子 家下就一事同仁 无分彼此 还有 你那家什么汤管 是限期内都要搞定它 你…你弄家人就算了 还要弄我的店 现在干什么 我跟你有仇吗 算了 很难说的二嫂 这些是上头的意思 她也是上人二分四 都是大嫂体谅我 说得真是好 这才行 总之你快快脆脆搞定它 三天之后 如果不然就要穿人处罚 到时… 你知道了 明白了 共三百九九八 怎么会错 你再打一次 你别误心 本人从小都在不听 你总是说话 我问你干算错了 你又不会相信 你一定那么… 唐老板 在我的督 šo下面 康家门前的垃圾都已经清掉了 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我没听错吧 有人大意灭亲 你当然听错了 美女 别人大意灭亲 我足够说了 昨晚唐湯堂在唐氏兄妹的督促之下 已經搞定衛生了 你不相信嗎? 來…過來… 別拉… 自己親自看看,幹甚麼… 我無非也很想你明白一件事 我可以幫你們解決所有你認為有問題的事 既然你提出康家那邊比你們辣搭 他們現在就解決了 你不相信我可以去看,是嗎? 那又怎樣? 你不要男人老狗說話不算數 好,別說我男人老狗說話不算數 阿妹,我們今晚就合手合腳搞定 這裡的衛生 好 好… 我不要怕,連大吵這麼惡作你都搞定 好… 最難得的就是你能夠以身作則 才難得其他人 過獎,過獎,過獎,過獎 再次當你這麼多街坊對我的支持 多謝大家,謝謝… 這次總算讓你解決一個老大男問題 是呀,他們不在那裡劏雞殺 我家應該少了很多 是呀… 好…你初生之族的不委婦 頂公辦事不順之,烈尚德,撐硬你 謝謝…謝謝大家 好,我們走吧,不妨礙他做事 好…我來了 那我不相信了,好… 有空,我請大家吃飯了 有空,過來坐 功勞都歸你了 把我這個村長助理擺那兒 潘小姐,咱別跳了 我想善意地提醒你一句 你呢色色不深,是吧 月曆太淺 凡事呢,不要鋒芒太陸 正所謂木秀於林,封閉摧子 大哥,像你那樣,船頭怕鬼,船尾怕賊 怎麼做大事 所以就該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無謂的 你…你現在已經得罪人了,你知道嗎 多虧的是我是你的上司 等等…你不要再說上司不上司 我已經聽到,已經起枕了 無論是工作能力還是衝勁 在村委,上至村長,下至村民 有誰不支持我,你怎麼跟我相比 卡爾烈,你不要太過分了 你別忘了當初是誰把你帶入門的 我只知道一句說話叫做師父帶入門 修行靠個人 現在我修煉得比你老人家好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妒忌我呢 我…好…我不跟你爭了 我該提醒了,我全提醒你了 到時候你摔得鼻青臉腫 創了難牆,你不要怪我就好了 放心吧,師父 不是,是我的上司,我自己會收拾的 不用你這麼關心我,好嗎 是,你男人老狗不是這麼小器,是嗎 跟一個小女兒計較 這不是小氣大氣的問題 村長,你別摳腳了,那腳氣 這是涉及到我們這個村委會 生死村王的問題,你知道嗎 怎麼這麼嚴重啊 這麼嚴重,你還不知道他的嚴重性呢 我告訴你,他是野心薄薄呀 胡思丹丹地盯著我這個助理的位置 他一再強調要把自己頭上這個助理的助理 這倆助理給去掉一個 那不就成了助理了 他不但盯著我陳祥妹,想把我擠掉 村長,他對你這個位置也是胡思丹丹 你小心也坐不穩了 你講話下巴輕輕的,有沒有作大聲 我認為,首先第一個 能使用不能作用 當然了,草調更好 但都怪我呀,當初幹嘛引狼入室呢 我走得一步臭氣,你知道嗎 你自己呢,就做好你自己的工作 我會根據你反映的情況 再觀察,再作定奪,好嗎 你什麼的草調呢 好,我還有一招借刀殺人 這個女人手就是這樣 你們都不知道 我真的看不出,原來他真是蛇蠍美人 所以說你現在才提出,我一再提出 這個女人一定有警告,我告訴你 那些叫削尖頭,拼命往上爬 這些人 這個往上爬應該說也很正常 但是你不能以踐踏村民的利益為代價 你們說是不是 是… 怪知你最近弄出這麼多東西 整個來整個去,再犯了臭根 這都是拜他所賜 是不是 我跟你說,這個問題 你們都要向村長去反映一下 不然他這樣,胡作非為 對… 大家反映一下 對了…兩位,答應得你,我會落實 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拜託你 等等… 知道你的了 馬上馬上 村長 是 村長,對了… 你來看看這個,我有一個聚星的設想 就打算把村裡的文化站改… 行了…不用搞這麼多東西了 為甚麼?這個是公益事業 不是你,你聽我說 行了,這方面的工作 由我和陳上妹跟回 經過一段時間觀察 對了,我覺得你還是跟計生工作比較合適 豈有此理,一定是老族人在教教 想變成大漠東高,沒那麼容易 怎樣?沒問題嗎? 沒問題 計生工作嘛,我現在立刻可以開展工作了 不用這麼快,你其他工作先交接我 不是吧,林立村長 我做事一向都不喜歡拖拖拉拉 今天的事既然開展了 村長你開口,我一定就今天做了 就由村長你開始,好嗎? 你…你有沒有這個…想還的? 不是吧?我男人老狗想甚麼還的?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結紮的 你給個結紮證看看,我要檢查 怎麼搞的?你的工作由我先來 …我們都來我們的工作